N.O. E.N.I.K. 美国奈克1972年N.I.K.公司正式成立,它用自身教人的业绩印证着创始人比尔·鲍尔曼曾说过的话,只要你拥有身躯,你就是一个运动员,而世界上只要有运动员,奈克公司就会不断发展壮大。 N.O. E.N.D.S.德国 阿迪达斯 阿迪达斯公司初创始,虽然还只是一个作坊式的小企业,但其眼光已瞄准了世界大市场。 所以,在公司发展早期,阿迪达斯就将产品技术创新作为开拓市场,提高品牌知名度的动力,功能第一,给运动员最好的,是公司品牌发展的原则。 阿迪达斯最突出的三个联想概念是,时尚、现代和购酷,N.O. 3. Raybuck 美国瑞布 1895年,Raybuck公司由英国短跑爱好者约瑟夫·威廉姆·普斯特在欧洲创建,并且在欧洲成功经营了80余年。 1987年,Raybuck成为全球运动鞋的第一品牌,它的舒适性、保护性、高科技素质以及多垮市, 受到各国体育爱好者的青睐。 N. 4. Puma 德国标马 Puma 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动感生活品牌,设计并开发各种鞋类、服装以及配件产品。 今天,标马已成为成长最快速的运动品牌,以休闲和运动系列为主,时尚界潮流男女,对标马产品趋至若鹜。 No. 五花的意大利菲勒菲勒发的品牌于1911年,由花的兄弟在意大利的IELLA创立,先后开发了高尔夫、网球、健身、瑜伽、跑步及滑雪系列,最终奠定了世界著名运动品牌的中间地位,被认为是艺术的代表、奢华的典范。 No. Six Mezzono日本美金农日本美金农珠市会社于1906年创立,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不断努力,现已成为世界领先的运动戏剧,服装和鞋类生产商,力求服务于各类运动项目,并且历史运动生活更加愉快和振奋。 No. Ciambro英国银宝1924年由英国康复历史兄弟创立。 兄弟俩以他们英文名,Humphrey Brothers内的五个英文字母,合并成U-N-B-A-O一词,后再配以钻石双菱形图案成为今日U-N-B-A-O的注册商标。 No. BACAP的意大利背靠背来自意大利的时尚运动品牌,Lodoy两个背靠背的小人。 运动,时尚,性感,品味是CAP的品牌特性,背靠背,源自英文back-to-back的之意,意思是连续两次。 No. 就Diadori意大利迪亚多那1948年,B-I-A-D-O-R被诞生于意大利运动球鞋的硅谷,圣马克城。 Diadori的创始人马克·西罗丹尼尔,继承了家乡的传统造写技术,并不断创新,终于在1948年创立了自己的品牌,Diadori寓意为凭借天赋,才能。 No. 是Lotto意大利 乐图1973年,Lotto公司在意大利成立了。 成立之初,Lotto主要把精力集中在网球方面,后来,Lotto把目光转向了崩米亚平民霸岛, 近百年的世界第一大运动项目,足球,给绿因豪门提供足球鞋和运动衣,如今连绿因场上的执法者、裁判也偏爱Lotto。如今足球用品逐渐成为Lotto的主战场。